1900年的万国博览会期间,当时米其林公司的创办人米其林兄弟看好汽车旅行的发展前景。 他们认为如果汽车旅行越兴旺,轮胎就会卖得越好。 因此,他们将餐厅、地图、加油站、旅馆、汽车维修厂等等有助于汽车旅行的资讯聚集在一起,出版了随身手册大小的米其林指南一书。 收录在米其林指南上的餐馆,至少先要获得到一幅刀叉的标记。 这种标记是指南对餐馆的基础品评标准,从最高的五幅到一幅部等,主要表明餐馆的舒适度。 米其林星级是由一批经过筛选的美食密探进行评判,他们被称作监察员。 每去一家餐厅或酒店进行评判,都需要隐瞒身份悄悄潜入住宿和品评。 他们需要参考的评分项目包括60%餐厅食物,20%用餐环境,10%服务以及19%的搭配。 欢迎来到全市中心在线资源。 第十一,Central利马,性价比最高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由维尔吉利奥马丁内斯与皮亚莱昂经营的秘鲁餐厅Central多年来一直出现在各类世界最佳餐厅的名单中。 Central餐厅的菜单能够体现秘鲁的自然生态。 菜单上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如来自海边和亚马逊地区的扇贝, 鱿鱼、隔离,以及来自秘鲁圣谷的猪肚与羊脖子。 这些菜肴通过使用大量的当地食材展现了当地的独特景观、历史和传统。 尽管餐厅位于上层区,菜品也独具匠心, 但17道菜的品尝菜单每位只需130美元。 第十,Azermandy西班牙,最佳可持续发展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Azermandy餐厅建筑物是一栋可持续能源生态建筑,建筑力于山,却隐于山。 整合太阳能和地热系统发电,收集雨水,回收费物等,提供电动车充电站。 由落地窗看出去,可以看到巴斯克地区的壮丽景色。 由主厨Anneco EPSA与他的合伙人以及表兄弟共同投资。 餐厅位在一个缓球的高地上,一巨大的玻璃屋将室内的视野延伸到遥远的天际线边, 也舒展了被都市生活挤压的幸运空间。 随着自然的深呼吸,时间似乎被延长了,重心终于回到无感体验。 到访Azermandy的客人会先被带往种满各种植物花卉的顶楼太原,观察当地植物。 在经过厨房进入室内温室,享用煮出准备的野餐提栏。 里面的点心,每一个都像小巧精致的艺术品,享受大自然洗礼后,卸下疲惫的身心。 Azermandy运用的都是在地食材,当中许多是自家摘种,呈现独具自己的风格,且非常美味。 第九,Atelier Crane,旧金山,加州最好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位于旧金山的Atelier Crane不仅充满了烹饪天赋,并且也是美国第一位摘取了米其林三星的女厨师。 Atelier Crane将美食的优惑重新定义,在这间更像是艺术工作室的餐厅内,每道菜都被赋予了自然的生命力。 而之所以有如今独特的创意灵感,一切都要源自Crane在法国童年的经历。 父亲给予了Crane以艺术的眼光看待周围事物的心灵。 在如今位于旧金山的这间Atelier Crane餐厅内,精致法式餐饮以不同主题的自然面貌呈现。 配合餐厅古朴的木质、就餐空间,营造出天然质感。 此外,这间餐厅的食材均取自湾区。 第八,Le Bernardin,曼哈顿,纽约最好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Le Bernardin开设于1986年,是纽约米其林三星餐厅俱乐部中一个常驻成员。 主营法式海鲜料理,以其精致经验的料理口味和贴心的服务。 令食客为之着迷。 也凭借其整体实力摘得过很多国际和本地性的餐饮殊荣。 主厨Merry Criper为餐厅设计了极具诱惑力的菜单。 依照海鲜的不同特性分成生食、微烹和热煮。 全力表现来自优质原产地顶级海鲜的极致美味。 更让食客能够全方位地享受到来自海洋的魅力。 第七,Mirror Zool-Montong,法国最好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Mirror Zool-Montong与法国里维埃拉的盲通,可以俯瞰地中海美景,绝对是风景美食。 旅货殊荣的餐厅提供最新鲜的法国菜,在其宁静与浪漫的餐厅。 完成山的背景与一流的梯田花园。 这位年轻的意大利业阿根廷厨师Mauraco Le Greco。 他的烹饪灵感来自大自然、大海、花园与山脉。 许多食材都是Mirror Zool-Montong自家花园里种植。 包括新鲜的婴儿沙拉叶与稀有蔬菜。 它们构成了招牌菜。 炸骷髅凤尾鱼与柠檬。 茉莉配木薯粉。 葱奶油与梨。 腌皮甜菜根配鱼子酱奶油。 这位阿根廷厨师的日常菜肴是对芳香植物、花卉、蔬菜以及水果的新理念。 第六,肥鸭餐厅。 Burray,英国最好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肥鸭一直以来都与其独具创意的就餐主题和14道菜品的set menu文明。 肥鸭将整个就餐过程打造成了一趟神奇之旅。 在适者的引领下,就餐者安坐桌前,虽然身未动但心已远。 每张餐桌上方的灯光会有明暗变化来因造成白天和夜晚的时间差异。 就餐者进入餐厅后,服务生就会告知这趟美食旅程的相关信息,并为每位就餐者送上一张地图。 这张地图里有整个旅程的进程安排,其实就是一份别出心裁的菜单。 服务生会按照地图,用食物引导就餐者融入这个奇幻旅程。 而14道菜的固定菜单,除了精挑细选的食材以及颇具创意的烹饪方式外,也加入了诸多科技元素,比如叶蛋以及磁悬服的运用。 肥鸭并没有dress coat,就餐者可以随意穿着舒服的衣服前往,同时也贴合了他的就餐主题,人际在旅途,自然舒适为主。 据说每天会接到来自全世界各地三万多通预订电话,可以算是英国饮食界的骄傲。 第五,亚安东京,日本最好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在主厨长谷川在右带领下,摘的2022亚洲最佳餐厅。 长谷川和他的团队以有趣、个性化的方式烹调槐食料理,以富有创意的摆盘艺术和对传统菜肴的惊人演绎,取悦时刻。 同时,Den出品了一系列富有幽默感的创新日料,尤其是长谷的十令八道菜菜单,让时刻轻松体验到传统怀饰料理的精致细腻。 他的外卖餐食也很别致,其中招牌花园沙拉里包含着每天新鲜采摘的20种蔬菜,名副其实地将整个花园收入盘中。 第四,诺马餐厅,哥本哈根,丹麦最好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最初的诺马餐厅于2003年开业,煮出乐内雷哲皮凭借其精湛的技艺,非凡的创造力与对欧洲风土的深刻了解。 因领弄麦立足北欧本土食材与原生味觉记忆,将北欧佳肴退上史无前例的高峰而广受赞誉。 而弄麦也因此四次稳坐世界餐厅排行榜冠军宝座,获得世界第一餐厅的封号。 坐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码头移动改装仓库,这座拥有250年历史的仓库建筑依然保持着当初的专强外观,斑驳依稀可见。 从春天开始将春夏秋三季分为三个不同的。 春天通常为海鲜季,夏天为蔬菜季,秋天则为狩猎季。 主厨表示,在夏季蔬菜季结束后,将关闭戈本哈根的NOMA餐厅,前往其他国家开设快产餐厅直至2023年。 而2024年的NOMA将以何种姿态呈现,至今尚未可知。 第三,艾提克、墨尔本、澳大利亚最好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米其林星级主厨Gansuri的烹饪以念深深植根于童年清静自然精力为启发,放弃了在各地选取食材用意打造菜肴。 从而采用具有本地特色的当地食材量身打造独特菜品,创造了众多美味佳肴。 河流、海洋、原始森林、甚至火山都是它的灵感来源。 幽静雅致的暗色系装修给餐厅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保留了用餐时的私密感,带来令人难忘的用餐体验。 客人可以品尝到各类创意美味,包括用饿鱼、耳苗制作的菜肴以及厨师自创大名鼎鼎的黑马蚁来名顿蛋糕。 第二,天朝法国餐厅,澳门,澳门最好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天朝法国餐厅位于238米高的新普京酒店高原顶内,俯瞰澳门迷人景致。 由明初乔尔·卢布松开设,从2009年起就一直保持着米其林三星的荣耀,被誉为亚洲最顶尖的餐厅之一。 餐厅中央悬挂着耀眼的水晶吊灯,向有13万颗施华洛士奇水晶,更特别挑选了来自各国最豪华的餐桌、餐厅组合及装饰百件。 当中包括Riddle的水晶酒杯、Bernardo的高浮雕薄金餐碟等,为顶级餐饮体验定下全新标准。 卢布松为澳门带来了第一道黑松露极鹅干酱料理,成为澳门西式料理的典范。 该餐厅用盐盐烹煮的龙虾与玉金箍等烹制料理,充满欧洲及法国风味。 经典菜要鱼子酱帝王蟹塔拌海鲜冻由龙虾高汤冻铺底,配以青绿色的西芹酱。 中间的主菜是帝王蟹肉,在其上铺满了鱼子酱。 第一,紫外线餐厅上海,上海最好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最贵的米其林星级餐厅是上海的Paul Perry Tesla Trevailet,它是同类餐厅中最佳的。 这是一种独特的用餐体验,这家餐厅可以说是十分神秘。 顾客需提前三个月通过官网预约。 成功预定后,用餐当晚在上海外滩18号MMRS班餐厅楼下,一辆专用商务车将接送客人前往餐厅。 客人不可自行前往,因为餐厅根本没有公布自己的具体地址。 22道菜的菜单每位价格接近900美元。 在地堡内部,餐厅的墙壁是朴素,白色,没有窗户。 但在用餐过程中,它们会随着灯光、颜色、声音与气味而变化,让所有感官都能感受到一种完整的享受。 本期内容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见。